中华队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 前进东京八强 王健民他功夫可没 连续十二局如十分的精彩表现 回到大联盟那一天 应该不远 2004年雅典奥远 中华队和日本争夺四强门票 日本拍出的王牌上缘号指 而我们的王牌就是他 其实王健民面对这些日本队的 也算是日本最顶尖的打者 那当然王健民现在所属的联盟是3A 水准差不多了 日本直到的选择大概3A的 接近大联盟那个左右 所以王健民应该不会位置这些选手 这一球就打得到了 游几板游几板有凡手接球 只能够传一类 好 水水水水 打完了前六局 王健民表现完美 他只被敲出了5G的临近安打 中华队3比0领先了日本队 不过比赛到了7局下半 王健民遇到乱流 他接连被敲出了3G安打 包括了1G两分炮 比数被追平 这场比赛最后打进了延长赛第十局 中华队3比4落败 王健民他无关胜负 这是他最后一次 披上中华队的战袍 为国征战 两年后 他就在美国大联盟 投出了单计19胜的二人成绩 看见王健民在场上的表现 洋机球团沾沾自喜 自己的农场栽培出了一个名誉之星 连续两季投出了19胜 当王健民成为洋机的王牌之后 想打中华队得看球团意思 几经争招 洋机都没点头 台湾球迷只能够隔着太平洋 跟着王健民投衣修死 但大联盟毕竟是一个 现实又残酷的杀戮战场 2008年6月16号 王健民这个看似平常的跑壘 却可能赔向他的投手胜利 王牌受伤了 球团高层担心的是 王健民会错过几场的先发 杨基会少拿几场的胜利 但没想到王健民他的伤势比预期严重 这个球技宣告报销 但毕竟他是曾经连续两年 拿下19胜的投手 杨基尽心地等待 下一个球技的赋 正所谓爱之四足以爱之 教练团在王健民附近的过程当中 太过于保护 怕他受伤 不让他跑步 结果导致王健民下半身的 肌耐力不足 影响到了身体的协定性 2009年一开起 王健民连续三场先发被打爆 王健民在第二局 一口气就被敲出了八支安打 总教练杨拉迪赶紧上来 将王健民换下场 总计王健民只投了一又三分之一局 52个投球 其中34个是好球 18个是坏球 送出一次的三阵 被打出八支安打 吃掉了八分 全部都是自责分 目前的防御率高达34.5 印第安任队中场以22比4 大胜狼机队 今天就感觉就比较好 就升卡球有跑到自己想要位置 可是打者就是 没个看看 就黏着就 比较难打的球上就一直发落 所以有时候就 没有投到自己想要位置 就会打 你还在这种平均转移动吗 我们有一个休息 我们还要谈谈谈 我们还没有决定 但我们可能会讨论 在这些几天 王建民对于自己的失控感到焦虑 当他的下半身已经不够强壮了 他的手臂只好更用力地去投球 结果就是肩膀也拉伤了 这一开刀 注定他和杨基的情缘 恐怕得暂时画下休止符了 杨基官网上抖大的标题 上面写着没有新合约 王建民成为了自由球员 正式宣告现在可能结束了在杨基的职业生涯 最终王建民拒绝了杨基提出的小联盟合约 投入了华盛顿活命队热情的拥抱 各位知道我通常会在标题上 在标题上的标题上 而且有很多关系 我们通常会有标题上的标题上 我们很感激地加入杨基的帮助 我们很期待到最终王建民 又是新的一个球队的开始 就是希望我们有一个重新好的开始 就是希望我们在这里球队 有做一些什么奉献出来 就是能帮助球队演球 我也没有特地要求他们真的给我40号 就是我希望就有什么号码 我就穿什么号码 所以他们还给我40号 就真的蛮驱适的 2012年王建民在国民队的春训 有一个好的开始 这场热身赛对上了老东家杨基 王建民要证明一些事情 他主头二又三分之二局 标出了四次的三阵 表现够巧 但这个下丘古味 这个大量抢 王建民付出的大好情势 整个逆转 他进入了伤兵名单 第五号先发没了 递补了迪威勒抓紧的机会 投得稳稳荡荡的 出人意料之外的是 国民队今年脱胎换骨 先发五股将 防御率一个比一个还要低 他就是因为缺少比赛 所以我想2012年对他讲很可惜 他其实是已经虽然一开始受伤 但是他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场内场外一些状况 让他 尤其国民队也出乎意料之外的强 让他没有位置 所以他也必须借由 今年赛来证明他是健康的 最起码他证明他是健康的 然后能够投球 当然我们知道 因为那个这么长时间受伤 他现在不可能恢复到过去那样 连续两季 十九盛那样巅峰那个状态 但我觉得只要在那个时期 有八成功力的王建平还在的话 他还足以在大联盟生存 能够为台湾赢得第一场WBC的胜利 的感觉是什么 因为在很久就没有在台湾的土地上投球过 然后就是非常兴奋 然后就是也谢谢那么多球迷来到场上加油 近来中华队说看到每个球员都是非常拼的 在每个岗位上 然后就是当然自己也想要说能帮助中华队啊 然后就是尽量去投好每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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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